近日,马思纯发了一条微博,得了带状泡疹,头皮是疼的,脸是痒的,淋巴是肿的,自拍一张给工作人员因为可能要耽误工作了,于是发现自己皮肤很好,看马思纯脸上的泡疹,还说了自己的目前的症状,并且不忘工作的事,着实让人心疼,关键是马思纯自己都是挺乐观的,不忘开玩笑自己皮肤真好,确实挺好的,肿成这样还能皮的人也就你了。 马思纯并没有得到休息,而是带病出席香奈儿的活动,为了遮盖脸上的泡疹,马思纯当天的妆容比以往都要浓一点,但还是感觉到有一点点不对劲,和陈伟婷一块合照就对比强烈了,这脸确实是种了不少,不过这一张合照却引来陈伟婷粉丝的吐槽了,说被马思纯恶心到了,既然有传染病就不应该乱跑,关键是还和陈伟婷合照了,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?